虽然西蒙在辛谷毛补选中漂亮胜出 但是政治学者黄敬发认为 当中的选票走势已经给西蒙敲响了警钟 黄敬发在面子书贴文分析 根据选民比率衡量 相较于去年的周选 懒惰投票党的选民明显攀升 而西蒙在失去了862张票的同时 又增加了马来票和原住民票 意味着华裔和印裔选票必然已经减少 黄敬发直言 正面看是西蒙的支持变得比较多元 但这是警钟 因为西蒙的非马来人票源已经有所松动 至于国盟方面 黄敬发就点出 国盟失去了362张军警票 同时也失去了一些马来平民和原住民的票 但为何在总数却只失去了612张票 是谁填补了流失的选票 黄敬发认为 西蒙和国盟在这次补选 可能互换了一些马来和印裔支持 只是摇摆幅度有多大 依然是个未知数 此外黄敬发也说 军警票自2018年变天以来 第一次不倾向一岛或国盟 显示手下安华给公务员13%的起薪 有带来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 黄敬发也指出 警察的投票率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 换言之 有部分人士无法投给西蒙 但也不再觉得非国盟不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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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